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之前咱就说过,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,它是很公平的。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,歌颂还是诋毁,那向来是垂人不眨眼,清算不留情。 当年茶馆里就说,我爱大清,可是谁爱我呢? 这话放到现在,可以说每天都在得到印证。 这不,这两天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,广州政协委员周超华,栽了。 要说这周超华是谁啊,很多人肯定都没听过,他外号叫洗米华, 是澳门彩色行业里一位有名的小佬。 多年来的主营业务,就是介绍各位大陆来的权贵,来澳门消费, 并且美食美酒款待,豪车美女相赔,算是一位中介乔良人。 他呢出身贫寒,但是人很聪明,所以抓住机会之后迅速做大, 短短二十来年发展了八万多位内地的客人,一个个不说是人中赤兔吧, 那也是鼠中龙凤了。 当然啊,大家也知道,去澳门光是为了玩两把的,那是普通人, 基本结局都是倾家荡产,这些高层次的客人,找阿华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玩, 而是把不干净的钱弄干净了。 这不之前澳门虽然说是回归了,但是法律法规跟海外的关系十分紧密, 而在投资等方面也更宽松。 所以这些横跨了黑白两道的,就设立了大量的地下庄,跟外头互通有无。 所以很多人明面上是输了,但是实际上不过是交了些手续费, 然后转到了自己海外的兜。 所以阿华这个习米的称号,也就是这么得来的。 原来吧,这个生意一直干的顺风顺水,所以去澳门的人也络绎不绝, 而这座城市也以一己之力达到了人均收入8万美元,跻身世界前列。 但是这不是庆丰地上来了嘛,大力度清除一己啊不是,整风正气, 就看不得这些藏污纳垢的东西。 尤其是澳门经济实力这么雄厚,却向来不去内地投资, 一下子是处了人家的逆临,所以想着方的大力度整顿。 部队派过去,没事就约这帮混黑的过去喝茶谈心,那都是一个路子的这能不明白吗? 毕竟在中国这个地方,拳头打才是硬道理。 所以一时间澳门的各个老板是人人自危,恨不得长出巴掌嘴来表忠心。 阿华呢也不落俗讨,一路是积极捐款,努力贡献,先是当上了广东省政协委员, 并且担任了澳门文化产业委员会的委员,还被当地政府表彰当上了励志青年会的会长。 前几天这不是共产党百年大庆嘛,人家还用不嫌不淡的普通话,录了一段情真意切的视频,表示感恩。 你看看,这舔的是多么用心。 不仅如此,人家还投资拍摄了几部主旋律高昂的电影,比如《红海行动》、《湄公河行动》等等。 不仅被党列为必看影片,还弄得一众小粉红眼泪其流大喊感动。 这不中国什么都流行实名制嘛,人家也主动建议国家加强监管,打算让所有去玩儿的也实名制。 并且还主动请英,要把所有资金来源、去处都摸清。 就这么一位被中国政府夸赞不断的企业家代表,一位爱党爱国的青年, 昨天还人民英雄呢,怎么今天就被批准逮捕成了人人唾弃的阶下囚了呢? 坏就坏的他这人啊,太聪明了,服务高端客户这么多年,掌握了大量的情报和线索,捏住了小辫。 用它的时候,自然是好吃好喝对待,一旦底儿焦干净了,那泄沫杀驴也就跟着来。 而此次国家宣布动手也是十分合理,温州人民检察院依法审理的案子,由温州公安局提出的批捕, 随后澳门警方才来了个联合行动,把阿华带回去问询。 理由自然不能说是因为清除异己,而是说他这些年广撒网,便捞鱼, 把本来线下的生意挪到网上去做了,一下子把触手伸向了内地,引起了很多人走向歧途。 这种做法跟社会主义提倡的价值观不符,所以循循闪诱,敦促阿华早日弃暗投名,争取宽大处理。 更有趣的是,在这事儿出的十天之前,阿华所持有的集团在网上发布了公告, 说自己被人恶意敲门,索要钱财未果之后在网上大肆散布谣言,诋毁了公司。 还称自己已经报警了,两方算是彻底谈崩。 尽管被带走,阿华也是三奸其口,问啥都说不知道。 但是闭嘴的权利在中国政府这向来不好用,明的走不通,那后手也有。 国内雷厉风行停掉了支付宝的远程个人收款码功能,对老百姓讲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, 实际上是打算顺着这些彩色行业工作人员的个人码,来摸出到底有多少人去三俗。 而随着阿华落寞的背影,娱乐圈拍电影,说自己是干净人的一众公司,也在瑟瑟发抖。 突然明白,这些年一直尽心尽力的说爱党,没想到人家毫不讲江湖道义,翻脸无情。 而这件事也释放出了一个重大的信号,那就是在香港之后,澳门也将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毕竟好不容易把座山雕和老头给判没了,剩下的子女年纪有,但是段位不够。 而其他的几座山头,在部队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,任凭中央,柔圆捏扁。 前两年被要求关张整顿大清洗,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更重要的是,澳门赖以为生的彩色行业经营需要牌照,而这么些年只发了六张。 好巧不巧的是,这六张牌照明年全部到期,想要得向政府再申请。 而明年又恰好是庆丰帝连任的关键时刻,你说这算不算是杀鸡敬猴,逼着各位翻网表忠心呢。 不过中央也提前发过话,想要继续经营这个行业方法也有,你们不是利润丰厚吗? 拿出来,共同富裕听过没有?去支持国内这些烧钱不出产的新能源行业。 呼朋患有外汇丰富啊,那正好,现在地主家没余粮,拿过来用用。 澳门风云这回是实至名归,配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宣传,信号也很明显,那就是一国两制都是浮云,听党话跟党走才能有饭吃。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,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,拜拜。